今天要來開箱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 好市多8月9月10月食品 登登 那我們來看這次我們要開箱什麼東西 即食類 零食類 麵類 冷凍食品類 還有冰棒 最後是酒類 My favorite part 好啦我們現在來吃這個牛三寶滷味拼盤 它總共有牛腱牛肚 牛筋三個 然後我看它上面寫的原產地是巴拉圭 美國跟澳洲的牛肉 最喜歡吃這個牛肚了 蠻脆口的 有咬去 不會再Q那種是咬得動的 牛肚是好吃的 然後它的滷牛肉其實它蠻大塊的 牛肚其實也蠻大塊的 它這樣子的量是蠻多的 這一份是499 但它的牛肉的份量很多 我覺得兩個人會吃不太晚 牛腱就像外面那個牛肉麵店的牛腱 然後它切得比較薄 而且它每一塊牛圈上面 真的是有一條一條透明的 硬筋的 而且也不會太老 不會太老 因為有些人就喜歡吃牛排 有人不喜歡吃這種 就是如果你喜歡吃這種類型的話 我覺得還不錯 對而且它的量真的還蠻足夠的 醬汁不會太鹹 如果說你們其實是比較喜歡吃重口味的 我覺得你可以 它這個算是比較清爽的 我覺得你可以自己加一點醬油 或是說加一點沙茶 或是那個辣椒 這個加辣椒應該很好吃 或是鹽巴之類的 反正就是它蠻清爽的 外面有些牛肉麵的牛筋會超級軟 它還沒有到那麼軟 它還有一點QQ的 有一點點果凍的感覺 也還不到咬筋 但是有一點QQ對不對 對 你都說我不像的嚴肅 對啊 看起來很兇 剛剛看起來不像的時候我想說 老婆又生氣了 剛剛做錯什麼事嗎 整體滷的算是OK 然後 499價格量還蠻多的 然後栗子很新 你還要嗎 不知道還有 栗子好吃嗎 好吃 好啦 再來是我們這個 來自泰國的 泰脆泰式米餅 好像是泰國這個 傳統的國民點心 這一盒有兩種口味 一個是寫東英公味 一個是蟹咖哩味 東英公味就是泰式酸辣蝦風味 它的包裝也還蠻泰式的 純絲不辣的感覺 嗯 好吃耶 很可以耶 我本來想說我覺得它的口味沒有我以為的會那麼重耶 沒有到我想像那麼重 可是很帥唇耶 這個配啤酒超爽的耶 而且真的它是小包小包的 不會太有負擔 對 不然有時候一次的吃大包那個就 噢 好多 打開就是一次來就結入萬惡深淵 萬劫 萬劫 步步 Jeky來吃個看看 我覺得我蠻喜歡的耶 它在米餅比我想像中的還要酥脆 它有點微微的辣 真的很香啊 你喜歡嗎 Jeky 不錯 他們一定要我們挺小時候吃的人 現在來吃這個 東英公風的泰式酸辣蝦 哦 哇這個香麻味很重 香麻味檸檬草超重 也是好吃的 這很像我在喝那個泰式酸辣湯 這樣我覺得也是好吃的啊 好吃啊 這個我覺得可以 這個滿厲害的 酸辣辣的 這是酥脆的酸辣湯 對 它也非常的重 它的重口味 總共16包335塊 121塊而已耶 那可以啊 嗯 好棒很好吃 這樣我們來看這盒 奶油餅乾 它是來自法國的 然後它裡面有四種口味 奶油餅乾 奶油酥餅 奶油酥餅 焦糖奶油餅乾 巧克力風味奶油餅乾 它的外盒是鐵盒的 一打開的時候 你通常會你的期待值 瞬間 跌落 就是它打開從百貨公司 跑到夜市 我沒有其實夜市的意思 就是它的包裝就比較接地氣 對 就是用這種塑膠袋 這塑膠袋就很突然很像那種 當兵吃的口味 我現在吃這個奶油酥餅口味 奶香味很重啊 然後也蠻酥菜的 很經典的奶油酥餅的感覺 就是它是好吃的那一種 沒有到很驚豔的 它就是好吃的 就是就像你會喜歡吃的那個 巧克力也不錯啊 都不會太甜 它都不會讓我覺得太甜 我最喜歡是焦糖口味的那一種 再來就是奶油餅乾 然後再來巧克力 我必須說我覺得 它比我想像中的好吃一點 它的口感 跟味道的期待 跟包裝的外觀差不多 有一種傳統媽媽的 家鄉餅乾的感覺 439 好像也不便宜喔 但是鐵的滿漂亮的啦 吃起來還不錯喔 吃起來可以啦 然後這個 它打開竟然是像這樣的 它是泡麵的 然後它上面有寫說 搭配新鮮的蔬菜新香 檸檬 洋蔥 薄荷葉 蔥花 紅辣椒 但我們今天好像都沒有 直接吃吃看它原本的味道 打開裡面其實就是這樣子而已啦 所以真的是如果有清鮮蔬菜 加起來應該會好吃很多 再強調它是有建議 我們可以自己加檸檬 洋蔥 薄荷葉 蔥花 紅辣椒 我們今天因為家裡只有檸檬 然後它不是用煮的 它是用泡的 你可以吃看它的麵體 我還蠻好奇它麵體吃起來的口感 因為它看起來還OK 麵體有稍微比較嫩嫩一點 但是我記得越南合法 好像有些吃起來都會比較軟 好香的啊 湯口還不錯 它的湯口是微辣的 但我覺得很帥氣耶 就是一口一口就會繼續想要 沒有平常外面吃的那麼清爽 對 它不是那種清爽湯口的 然後我現在加一點檸檬 我們剛剛那是什麼都沒加的話 我只覺得還不錯 加檸檬就有像了 其實我覺得我們吃起來不像外面的湯口 就真的就是我們沒有加它講其他的東西 它這個的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自己去調整你喜歡的味道的配品 不然就是它這個泡麵又不是那麼的直接 你還要自己加 如果你晚上想要吃一個正中年的就還好 可是我自己會想要回購 因為算是蠻特別的泡麵 它加了檸檬之後它的清香的味道反而更明顯 399乘以12鹿 33塊 我剛剛又泡了這個第二碗牛肉河根 真的覺得它蠻有特色的 還蠻好吃的 你們可以拿來嘗鮮看看 可以回購 不過它的份量又比較少一點 我們剛剛連泡了試完 因為大家一直認為這很好吃 一直加完加完 然後一直續完 現在來吃阿舌食堂的流星拌麵 嗯 螺旋心芒麵體 它有一點點圓圓的 我覺得它現在在講它製作的過程 它特別是有 麵體低溫乾燥 多段鹽壓 口感Q彈 不抑滿亮 醬料彩豆瓣醬 與芝麻油搭 然後它的豆瓣蛋蛋很香耶 你剛剛端過來我就問到 豆瓣蛋蛋芝麻的味道 豆瓣蛋蛋芝麻的味道 這個是煮8分鐘剛剛好而已 可是它的麵體的確吃得出來 是很有口感很有咬勁的 所以還可以讓你去選這個時間 8分鐘是剛剛好的熟 然後你比較便宜 然後比較軟就可以這個 我覺得應該10分鐘差不多 那這是好吃的啦 285除以12 23塊 麵體是蠻好吃的啦 嘶嘶 你這個包子它一定會飽 好喲 那我們現在要來吃這個 CJ冷凍番茄蒜香披薩 然後它也是來自韓國的 然後它是微辣 那它的中文的翻譯呢 只有寫這個 氣炸鍋跟微波爐條理的條件 這兩個應該算它的特色 可以用氣炸鍋跟微波爐 但因為我們用烤箱比較方便 它的韓文原文是有 可以用烤箱的時間 吃披薩肉 下面有蝦仁 它的蝦仁分布非常不均勻 它這個披薩是產自韓國 但是它是西班牙的海鮮蒜蝦口味 蒜味還滿重的 然後也是偏辣也是微辣的 它是有點甜甜的對不對 對 然後是薄脆的正常發揮 就是不會很乾 但是就是它有到經驗說超級好吃的地上 但是以冷凍來說 我覺得這個還OK 但是我們之前在那邊 好吃的時候買另外一種口味的 它是更好吃的 就是那個 開頭乳酪 奢糖 我覺得那個更好吃 但是這個是比較重口味的 會喜歡嗎 我覺得還不錯耶 這個我覺得還滿好吃的 我覺得太辣了 雖然它寫微辣 可是我覺得還是有點小 可能它是韓國人做的 所以韓國人就是更不辣 它這上面是寫說一片二到三人份 如果兩個人吃分量是夠 可是會膩 它全部都是重口味的結合 一次買三片 然後它是一片到150元 我覺得很便宜耶 我覺得很便宜耶 以價格來講我覺得是陸生粉 是回購的好不好 被芒果炸到了 我們接下來要看一下這個 艾文芒果原果冰棒 直接用新鮮台灣艾文芒果 極速冷凍鎖住水分去脂單一包裝 好不好 滿期待的 哇 它真的就是芒果耶 它這樣子489一公斤 其實是不便宜啊 可是因為 你就想想看你如果 冬天才想吃芒果 保存期限是一年 好夏天的感覺耶 我們春天就來到夏天了 那一朝夏天 我們要去海邊 但它沒有我想像中的甜耶 我很好奇 因為它這種原果冰棒 理論上每一支甜度都不一樣 所以那支跟我這支感覺 顏色就不太一樣 味道應該會不太一樣 它這支感覺就會比較甜 這支好吃很多耶 因為它就是原果啊 對 因為它就是新鮮 對 因為它就是新鮮 我 煩你的煩你 那支是我的 那支是你開的 因為它是極速冷凍 所以它其實還是有一點果肉的口感 這樣好吃嗎 我覺得不錯啊 因為我還沒吃那一支 果肉 它是不便宜啊 一至五十塊 可是如果是冬天的話 你想吃芒果的話 就是滿爽的啊 所以比較不考慮價格的情況下 我覺得我是會不會夠啊 不會吃 我們現在來吃這個 冷凍炸魷魚 它的產地是韓國 它有特別的地方是寫說 採用完整魷魚中段 後切製程 喔 真的很長耶各位 魷魚中段是這樣子的耶 真的比較大耶 跟我面一樣的 跟我想像不一樣 我本來是用那種魷魚腳 它是魷魚中段 它是可以用氣炸或是油炸 那我就用氣炸一百八十度 九到十分鐘 喔 好燙好燙 它其實本身就滿有調味的耶 它炸魷魚這種鹹度 好像其實不用力再加鹽白 因為它炸魷魚就滿鹹的 它是採用魷魚的中段 所以它滿粗的 滿粗就代表它其實滿有嚼勁的 QQ的 不是我選它做那種酥脆的 應該是我們氣炸上面沒毒油啦 所以你們如果真的要酥脆一點 你用炸的一定最酥脆嘛 那氣炸你還是要毒 你第一顆放爆油上去 我們看它魷魚這麼多 可是我其實比較喜歡小條的那種 鹽酥脆炸油的那種 就太粗了一點 太Q了 我根本是覺得我不會回購 可是裡面我還滿喜歡 因為它就滿有咬勁的 滿有咬勁的 不然你會回購 皮肉是脆的還OK 這其實我好吃耶 沒有補頭的 真的啊 我要追求一下生活中的儀式 大白天喝的酒 我們現在喝這支是Bernini 微甜氣泡白葡萄酒 然後它是產至南非 首先呢我覺得這個還滿適合買回家喝的 它12瓶799 如果說你們家人的酒量其實沒有很好啊 不用說一次600cc的那個香檳 就一次要嗑到光 像這個一瓶兩個人喝就完全沒有負擔 那當然對我來說這一瓶就是 就是 就是 跟老婆喝酒就開心 這個酒應該算是美酒 很好喝耶 很順耶 而且它不會太甜 它的甜跟其他酒瓶還是算錢 它是比較偏甜 可是它的甜不是到那種很甜膩啊 它的氣泡很舒服 它的色香葡萄味道很香耶 很順好喝耶 4.5% 它的酒標其實我覺得也還可以 它有那個味道有柑橘荔枝跟色香白葡萄的味道 它有香甜蜂蜜的味道 蜂蜜味道我覺得有一點點 它寫說適合配炸物辣味菜肴 但它的氣泡不是那種很細緻的顆粒 比較粗一點但是不會到太嗆的氣泡 剛剛好喝 好喝吧 它比那個粉紅氣泡酒好喝 我們今天第二支酒是這一個 科款微甜白葡萄酒 它也是Moscato跟剛剛一樣的類似的酒種 然後這支呢是產是這個義大利 好市都自己出的 它的酒標其實蠻可愛 其實一開始看到科款的時候 我沒有特別想買 可是第一個它是新出的 然後它在這個BTI就是美國飲料測試協會品評是91分 它有分成五個等級啦 小於80 80到84 85到89 90到95 96到100 90到100是最優秀白金 那這個是第二等級 換配一個只要2395 你這個比剛剛那個還要甜 嗯 也是很順 但是就是甜很多 然後氣泡沒有那麼多 那麼多 我覺得這個要加冰塊比較好喝 對我而言有點太甜 我比較喜歡剛剛那支 加點冰塊應該好喝很多 那酒精幾大 58 我覺得這個加冰塊瞬間好喝很多 白葡萄香氣就很明顯 有一點那個蜂蜜的甜味 吃完就很清爽 淡淡的淵源流長 那我們這次的新品開箱就到這邊啦 開箱也要有點儀式感 喝酒對你來說就是儀式感 不是是和你喝酒是儀式感 那熊的影片記得分享 按讚訂閱還有追蹤我們的IG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 乾杯了 沒有乾杯啊 乾杯是喝完的意思 乾杯乾杯乾杯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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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